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 星期一晚繼續開市 今天冬至 首先恭祝大家冬至伯愉快 團團圓圓的 Ivan 你好 是啊 你好啊 師傅 我也祝大家冬至的時候 可以和家人過一個開心的冬至夜 希望2020年過去之後 2021年的話 明天會更好了 好 看港股今天就低開低走的 恆指低開76點 午市初段最高就升到26,499點 平回上個星期五的收市位 但之後這個股額又大了 最後恆指收市是報26,307點 跌192點 跌幅0.7% 成交就有1,438億的 也想問Ivan 今天的市場就沒有什麼力氣 而且下午的美段的股額是明顯增加的 那指數牛洪症那些資金流有什麼留意呢? 是啊 其實在這個指數資金流方面來說的話 那看回那個大市 因為今天其實就是 看回那個大市都是比較窄幅的 暫時都是26,500點這些水平就上不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時候的話 看到投資社都是選一些 可能比較貼價高槓桿的牛證 暫時都是炒兩邊的波幅而已 就是未見到牛洪症方面有一個太顯著的資金流 不過呢 指數雖然變幅不是很大 但是看到個股方面來說的話 走勢都是很個別發展的 有部份個股都是繼續破頂的 就是有部份板塊 比如光復類板塊 或者這個汽車類板塊的話 今天都有不少的亮點 再加上權重股也是比較多 投資者是有留意的港交所 今天都破頂的 嗯 今個禮拜和下禮拜都是因為有些假期 就不足五個交易日的 那拿了一些指數call put讀那方面 是不是需要留意過一些假期和時間值 或者是沒有什麼大的影響呢 如果你說接下來這幾天的時候的話 那要留意的當然就說 可能接下來長假期 長假期之前的日子 會不會可能比較淨一點呢 但是這個我想暫時都是一個假設 因為歐洲方面來說 今晚其實波幅都很大的 因為大家擔心這個疫苗的 這個細菌的一個變種 會不會令到疫苗有機會是降低了那個效果呢 看到今晚歐洲方面來說 那些股市都有一定的波動的幅度 但是同時看回內地股市方面來說的話 這段時間其實又不會有一個優勢啦 另外個別的板塊在內地方面都是熱炒 所以又未必說一定這幾天的市會很安靜啦 如果你說你拿一些二三線的股份 你覺得是有趨勢的時候的話 暫時長假期因素影響未必說太大 但是如果你說你拿一些權重股的 本身都是波幅都比較窄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一下 這個長假期因素會不會令到那個人生波幅 那個會有一個回復的壓力在那裡 或者就是如果真的是幾天不動 你真的要拿一個長假期的時候 你都要給一個不小的一個時間的算好 是的 剛才你提到英國的擔心病毒變種 加上英國和Helman的談判 仍然陷入一個僵持的局面 所以今天的匯控明顯是熬股的 再次跌穿40元 最低見到39元 四收39.5元 跌了1.5元 跌幅達到4% 在那些卵政產品上又是否多了資金去撈底呢? 是的 其實看回資金方面來講 看到這些股份是下跌了 這段時間其實都是的確是入場去撈底的 但是暫時我想整個行業上面來講的時候的話 都是受到內地的反弄斷方面的憂慮的影響 如果大家真的要撈底的話 我想都是做一些很短線的反彈 我想直到那個事情淡化一些 還有可能去到明年有一些資金重新配置的時候的話 才有機會說這些股份是不是 可以在低位上一些水平 否則來講 我想看到資金的取態都很明顯了 既然一些大型的科技企業 是受到反弄斷發的影響的時候 反而他們就把資金投放到一些 新能源汽車的股份出來的裡面 嗯 講到新能源汽車 我們看回今天比亞迪 都有一些的逆市上升的 因為看回它的期限走勢 都出現了一個短期的突破 今天股價從上200元 最高見到208元收206.6元 升了21.6元升幅 是達到一成二的 它的卵證的資金流有沒有明顯增加呢? 是的 其實今天比亞迪的話 看到那個升幅都非常的顯著 也都是突破了200元 之前上過200元的流上 就有一段多長時間調整的 去到今天看到新能源汽車一起抽上的時候 也是可以在日中的高位收市 接下來也看回比亞迪方面的股價 可不可以乘著今天的氣勢的時候 我們明天繼續去試一些高位 資金流方面來說 今天都有一些資金 就有一些軟少收回價的比亞迪的牛證 換回一些貼價一點的比亞迪的牛證 那牛證在比亞迪這個股份上來講的話 就可以提供一個比較高一點的槓桿 看到近期都是多了投資者 由比亞迪的鈴轉了去一個比亞迪的牛證上面 相反看淡可能比亞迪的股價的幅度 都變幅都挺大 反而就比較多投資者用POOT 相對於比亞迪的另一隻車股吉里 今天升幅就小很多 今天它收了23個3毫升了3毫升了3毫升 升幅1.3% 它在輪政方面 電腦之資金是怎樣部署呢? 是的 如果你說吉里的話 相對其實升幅沒有這麼大 其實汽車板塊都是個別發展的 但是吉里始終都是汽車的龍頭股之一 如果說這些新能行業汽車的升幅都比較大的 都可以留意一下吉里會不會有一些追落後的資金去捧場 今天都看到有些資金 因為你不是升那麼多的時候的話 都肯入場去追的 牛證和Colin都能錄少量的資金流入的 嗯 今天除了車股是 這個400元大關 因為市場憧憬特朗普的新法案 或者會令到中概股更多是回流香港的 今天港加索最高價見到407元 收403元 升了9元 升幅2.3% 我想問一下它的卵政方面 資金是繼續開好倉 還是趁高去獲利計算呢? 是的 如果你說看回港交所的話 今天就看到股價是破頂了 也都少有地其實我們看到 就是有資金就入場去買回港交所的call 也都反映回可能資金都比較看好的 這個港交所在破頂之後的走勢 那利好的消息也都是 因為美國方面來說可能加快 將一些不符合美國的會計條件的 一些會計標準的一些中期的開股 可能是勒令退市 有機會是令到 部份的中開股是加快回流回港股 那將來的消息其實也都推動到 今天港交所方面的那個表現 阿芬剛才你提到反弄斷化對新經濟股 繼續是令到新經濟股的受害 今天美團已經算很厲害了 修二878.4沒有升跌的 美團方面那些卵政的資金流 看到有沒有增加? 是的 美團方面來講的話 看到今天其實曾經是早段是升的 但是美團的話 其實股價都是由高位收集回升幅 一度是轉跌 其實看到低位都有一些資金 就入場去買一些call 幾隻的股份來講 如果你看回騰訊 阿里巴巴 美團和京東的話 美團這個時候反而是比較多資金 願意在大概五十天線這些水平去入場 但是幾隻的股份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雖然可能美團有一個反彈的時候 可能那個幅度都比較快 或者都比較急 但是都要考慮短期 這個板塊會不會都是一個受壓 可能策略上面的時候 看看都會不會是短線部署為主 講到這個板塊短期會受壓 所以資金反而就看到流入的小米 因為它就比較不會受到反壟斷法的波及 今天再創新高價30.03 收29.03 增了5毫升幅 白分之1.7 小米方面的卵政資金能量有什麼提到呢? 是啊 那小米方面來說 其實就看回政股 都是暫時未能夠是 站到在30元樓上的這些位置 但是其實小米都連續幾天 都挨近30元邊 今天稍微是落到十天線的水平的時候 馬上都爬腰彈的 那接下來我想都要看一下 小米方面來說 股價是否可以站到在30元樓上呢? 留意著會不會在短時間之內有機會有一個突破 嗯 我說到這個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第二次的時間 今天看到大市還是比較雜幅 投資者都是選一些比較貼價的牛洪正 做一個查波幅的部署 看好的話可以留意牛正的選擇 就是有這個54398 收回價25900點 一萬對一的牛正 公關比率54.8倍 紅正選擇如果看淡的話 看到大市上不下26500 可以留意一下紅正選擇有59652 收回價26550點 12000對一的紅正 明天新上市比較貼價高公關的紅正 另一隻高的收回價的紅正 有這個5679 收回價26700點 公關比率48倍 一萬對一的紅正選擇 中距離的牛正也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54400 收回價25750點 公關比率43倍 一萬對一的牛正選擇 好了 說回個別股份 雖然今天的大市表現偏遠 行跌了接近200點 但是新能源汽車股 都表現非常好的 好像比亞迪一樣 又再重上200元大關 最高見到208元收到206.6元 接下來他的卵證可以怎樣補儲呢 是啊 看那個卵證上面來講的時候的話 看那個卵證 比亞迪 OK 比亞迪那個卵證上面來講的話 看到資金就開始做一些換馬的動作了 資金方面來講的話 他們是有這個大概160元左右 這些收回價的一些比亞迪的牛紅證 轉去這個大概170至180元 這些收回價的牛紅證上面的 如果說看好就覺得比亞迪 200元站穩之後的話 可以去繼續向上發展的時候的話 可以參考的牛證的選擇 就是有隻56838的 56838這隻比亞迪的牛證 收回價是172.8毫8 槓桿比率就是4.8倍的 如果說看淡的時候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 紅證的選擇有隻62208 收回價是235.88 那槓桿比率就是大概5.5倍左右 比亞迪的那方面的牛紅證 都是比較多的資金去選擇運用去做部署的 如果我們都想選擇傳統托論的 托論方面的選擇有隻17043 行使價238.88 明年5月份到期托論 實際槓桿比率就是3.3倍的 至於托論方面的選擇的時候的話 可以參考的選擇 貼家證有隻17044 行使價178.88 明年5月份到期托論 實際槓桿比率就是2.3倍的 吉利今天都升8分之1.3倍 但升幅相對比亞迪都遠遠落後的 在暫時那個高位都是受制於23.7倍的阻力 但如果能夠突破23.7倍 都有望再試11月高位24.5倍 吉利方面的卵證可以怎麼看呢 是啊 如果你看回吉利方面來講的話 那個股價今天就未能夠跟隨其他汽車股 有一個大的升幅 但是都有些資金 就入場是薄追落後的 如果說175方面來講 那個股價 我會看回那個股價是大概23.7倍的水平 都有一個阻力 如果看好的 就可以留意一下call的選擇 17038 行使價26.88 出列5月份到期 實際槓桿比率就是4.3倍的 至於如果說put方面的選擇的時候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就是有17040 17040 行使價就是這個 即利方面的put 行使價就是19.88 出列5月份到期 這個put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3.7倍了 新的經濟股 繼續受到反弄斷法的因素影響 今天看到好像阿里巴巴 或者京東跌幅都超過2% 美團已經是很厲害了 收市沒有起跌 美團方面的論證可以怎樣選擇 是啊 美團的話 其實就看回那個股價 就是今天都叫做企穩在近期的支持位上面 但是暫時都是10天、20天線 都是成為一個股價的阻力 早段曾經是升過 但是美市收市就沒有起跌了 如果看好覺得美團接下來是可以站穩 近期低位 稍後出現反彈 可以留意一下call的選擇有就是26036 行使價330元8毫升 明年3月份到期call 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7.9倍的 如果說看淡的話 也可以留意一下美團方面的紅證 紅證方面的選擇可以參考 看到6069 6069這隻美團紅收回價301.88 這隻紅證的槓桿比率大概是8.7倍的 嗯 那在ATMX裡面呢 比較不會受到反弄斷法拖累影響的就是X小米 今天它的股價再創出一個新高價30.03 但是暫時還未能夠站穩在30元上 它倫正可以怎樣捕捉呢 是啊 如果你說看回小米的話 1810的股價暫時都站不穩在30元上 但是今天曾經是突破過的 後市都繼續看回 就是橫行幾天之後 它的股價是否最終能夠突破到這個整數關呢 如果看好後市可以突破的 可以參考回小米call選擇1847 行使價35.05元 那這一隻call呢 它提供到那個實際槓桿比率 就是有大概是1944提供實際槓桿比率 大概是6.8倍左右的 那相反如果看淡的話 可能就要考慮用一些比較貼價的一些應股症去做部署 比較貼價的小米put 可以留意一下有隻17399 17399行使價24.28 這隻put 明年5月份到期 實際槓桿比率提供有大概是4.4倍 那另外小米方面也都可以 考慮用一些牛紅症的產品 1810的牛症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53467收回價27.5 槓桿比率10.5倍 紅症選擇可以留意一下54903 收回價就是32.88 槓桿比率就是6.9倍的 嗯 說回這些股份就是匯紅 受到英國這個新冠病毒 可能變種那個的報導 再加上英國和歐盟談判都仍然陷入僵持的局面 令到匯紅今天的股價就是面對固壓的 再次跌穿40元收39.5元 跌幅是達到4% 匯紅的論證可以怎樣保存呢? 是啊 看回這個匯紅方面來講的話 今天的股價都是表現一般的 也都是跌穿了這個40元的大關 那看回究竟這方面的情況 這方面的憂慮究竟是市場在未來今晚可以消化到 還是繼續困擾大市呢? 如果覺得未來匯豐 可能是可以很快消化相關的消息 有機會出現那個反彈的話 可以留意匯豐的call call方面的選擇 就是有匯豐call比較一個中期年期的選擇 就是17861 行使價45.8.8 這個證是明年的5月份到期 實際的股價比率大概是7.5倍 但是如果覺得它接下來的股價有機會是下跌的話 可以留意匯豐的選擇就是有這個17572 17572行使價34.3.8 明年5月份到期 這個匯豐實際的股價比率大概是7倍的 嗯 就是我們講講港交所它的股價今天突破400元 創了407元的新高價 它的卵證可以怎樣保存呢? 是啊 港交所的話 看到這個股價就是 今天是能夠突破了400元 突破了400元之後 就全天都可以在400元樓上去收市的 也都看到有資金就入場 在追捧這個港交所的認購證 如果看好港交所的喉事表現 call方面選擇可以留意一下2204 2204的港交所call 行使價466.86 明年的4月份到期call 實際的槓桿比率大概是7.7倍左右的 另外也可以留意港交所方面的牛洪政的部署 牛政的看好的選擇 明天新嘗試有隻牛政59703 收回價382.88 至於看淡可以留意一下 洪政選擇有54972 54972收回價就是438.88 提供大概10倍左右的槓桿的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剛才提過股份 Ivan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 拜拜 拜拜